沙漠中发洪水,听起来是否觉得很不可思议 想想此画面,是否感觉天风夜谭 但就在不久前,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真实地发生在了中国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不少网友表示,这场面真是火久见 在大家的印象里,洪水与沙漠那是毫无关联的两码事 但是此次,发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洪水 简直是颠覆了人们的认知 其洪水的覆盖面积居然达到了300多平方公里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最大的沙漠 面积约33.76万平方公里 占中国沙漠总面积的一半 干燥炎热是这里的代名词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植被非常少 并且这里常年干旱少雨 年平均降水量不超过100毫米 最低时仅仅4-5毫米 但是这里的蒸发量却高达2500-3400毫米 所以经常是降的雨还没落地 就已经蒸发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次的沙漠爆发洪水呢 近年来全球多个地方都遭遇了极端天气的侵袭 我们的地球目前这是怎么了 这次的洪水又能否改变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环境 使其变成绿洲呢 新来的观众朋友们可以长按点赞强烈推荐一下 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本期视频 非常感谢了 想要揭开这次事件的神秘面纱 首先我们要知道沙漠是怎么形成的 干旱和风是形成沙漠的关键因素 再加上被破坏的草原生态环境 人们的烂伐森林树木 经历常年的风吹日晒 那些被吹跑的沙力在遇到障碍或者风力减弱时 便会堆积成许多沙丘 从而覆盖在了地面上形成沙漠 如果要是跟你说塔克拉玛干沙漠这里原来真的是一片大海 估计你怎么也想象不到 但事实就是如此 据推算 在300多万年前 这里才形成了沙漠 此前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 而这次塔克拉玛干沙漠遭遇的洪水 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 在1981年7月15日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洲区 在14小时内降水量达到了74毫米 将近全年的4倍 也是历史最高 2002年的7月22日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北侧的阿克苏地区 遭遇连续几天暴雨 导致了洪水的爆发 根据塔克拉玛干地区的20多个气象站的统计资料显示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 塔克拉玛干沙漠正在与全球同步变暖 而这次发生洪水的主要原因 除了突发较大的降水量之外 另一个原因就是天山上的冰雪的加速融化 地面的水和天上的水会合在一起了 才造成了这次塔克拉玛干沙漠洪水的发生 看到这里很多人会问了 沙漠里的沙子如此干燥 吸水性如此之强 怎么就会爆发洪水呢 其实不然 沙漠地区深层的土壤和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土壤是不一样的 它的排水固水能力都很差 而短时间的暴雨不仅不会提升土壤的含水量 反而还会因为水量太大造成水土流失 从而形成洪涝灾害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上第二大流动性沙漠 并且塔克拉玛干沙漠为塔里木盆地的中心位置 地势十分平坦 所以洪水在这里几乎没有阻碍 而这次的洪水灾难事发突然 当地的中石化西北油田玉席片区完全没有做好准备 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出现了多处电线杆倾斜倒塌 道路冲低 溃坝的事故 近50辆勘探车辆 3万套设备都被洪水淹没 给油区的勘探工作和正常生产 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由于地处沙漠之中 没有城市的排水系统 我国在沙漠中的石油工人 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强险抗洪的行列中 初步打算就是在当地修建一些堤坝 用以抵挡洪水 把设备什么的尽量抢救出来 然后耐心等待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水量蒸发 其实在今年 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地区 已经出现了很多次大规模的强降雨 比往年的降水量明显大幅增加 那么塔克拉玛干沙漠有望变成绿洲吗 据沙漠地区的历史记载 沙漠中也偶尔出现过一些绿洲 并且创造了如清爵古城 楼兰古国等灿烂的地域文明 沙漠变成望洋湖泊 光是想想就让人兴奋 并且我国确实成功将沙漠变成绿洲国 作为我国四大沙地之一 位于内蒙古和陕西交界处的毛巫苏沙漠 曾经也是一片荒凉萧瑟之地 不过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 我国就提出了专用于治理黄沙的政策 而毛巫苏沙漠就是需要重点治理的沙地之一 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 毛巫苏沙漠终于被治理成绿洲 并且毛巫苏沙漠的植被覆盖率达到了80% 其森林覆盖率达到了32.89% 堪称是一个奇迹 既然有了毛巫苏沙漠这样成功的案例 如果未来降雨变得更加频繁 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 塔克拉玛根沙漠也能借此变成绿洲呢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的简单 仅仅靠一两次的强降雨 是不可能让沙漠变成绿洲的 除非塔克拉玛根沙漠里面有着持续的降雨 并改变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沙漠才有可能会变成绿洲 大家可能都认为沙漠很缺水 其实不然沙漠的形成不是因为缺水 而是因为留不住水 其实塔克拉玛根沙漠也并不缺水 我国的科学家早在多年以前 就在沙漠底下发现了大量的深层地下水 但是由于沙漠的地质不同于普通的陆地 沙漠地下浅层土壤部分存不住水 时间一久 水不是被蒸发了 就是渗入了底下深层 这就导致了这些水分 难以被地面的植物去吸收利用 所以即使是洪灾 土壤也很难将水分保存下来 而短时间大量洪水的聚集 那些耐恨的植物反而会被淹死 而那些地质松散的区域 一旦积水渗入太深 还会造成地面塌陷 水土流失等问题 进而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当然了 塔格拉马干沙漠在未来如果变得降水频繁 即使在短时间内难以形成绿洲 塔格拉马干沙漠也绝对会迎来新的生机的 但是近些年全球各地出现的一种异常气候 对于全球气候变化来说 并非是好事 地球是我们所有人赖以生存的家园 而最近极端的天气 却频频发生在我们身边 在今年年初 美国德州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极寒暴风雪 打破了30年的低温记录 导致了100多人被冻死 时间来到今年的夏天 在加拿大和北美地区 又爆发了极端的高温天气 而科威特的温度竟然高达74摄氏度 虽然科威特的温度一向很高 但是这种74摄氏度的高温也实属是罕见 即使在阴凉处 温度也在50摄氏度以上 除了今年出现的极低温和极高温天气 最让人震惊的是身处于热带国家的巴西 在今年7月29日 巴西人迎来了一年中最冷的一天 时隔62年 30多个城市居然迎来了第一场雪 积雪最深的地方高达一米之后 40多个城市出现了结冰的情况 对于巴西南部的人们来说 这是他们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到雪 在今年的7月28日 位于阿拉斯加的德纳里公园 大部分的永久冻土层居然开始了融化 并且园区出现了大量的身体滑坡 趴陷等问题 早在2019年6月的时候 据美国航天局在空中拍摄的内容 格林兰岛就经历了一场非比寻常的熔冰事件 在短短的一天之内 格林兰岛的冰身就融化了大约20亿吨 超过了整个格林兰岛冰川体积的40% 接着咱们来看赤道附近的南非 根据南非国家气象局于今年7月23日发布的通告 包含约翰·内斯堡在内的19个城市 气温创下历史新低 出现了零下9.9摄氏度的低温 要知道上次在南非出现罕见低温还是在35年前 当时的低温也仅为零下6.3摄氏度 今年各种极端天气的频发 我国也出现了一些极端天气 7月20日 暴雨袭击了河南的众多城市 导致郑州 新乡等城市内涝严重 与此同时 位于新疆轮台县天山山脉的迪纳尔山段 出现了连日暴雨 由于夏季天气炎热 导致了高山冰雪融化 融化的冰水加上雨水 形成了季节性的洪水 直接袭击了塔克拉玛干沙漠 2021年 极端天气的事件越来越多 世界各地接连出现高温 低温 暴雨 洪水等灾害 异常的天气对于我们又意味着什么呢 是否在告诉我们地球的气候已经在改变了 尤其是全球变暖的趋势日益增高 甚至到了影响我们生活的地步了 其实极端的天气情况 就连科学家们也无法给出非常确切的解释 科学家们认为 由于两个世纪以来 人们不断地排放温室气体 造成很多地区的气候发生了不可逆转的破坏 科学杂志《自然》中的一篇报道是这样说的 随着人们以非持续发展的方式消耗着资源 地球生态环境的临界点即将到来 据全球生态系统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讲 如果全球的平均气温再上升两摄氏度 就很有可能会突破下一个临界点 届时 遇次将会消失99%的热带珊瑚 并且还有研究表明 一个临界点的突破 极大可能的会出现连锁反应 从而给地球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即使全球变暖的趋势难以阻挡 在这里我也真心的呼吁大家 可以多多爱护自然环境 低碳环保 保护好我们的地球母球 好了 这期视频就聊到这里了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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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